最近由於這個清零政策 這個疫情的清零政策 在中國各地都出現了抗議的浪潮 其中最厲害的就是 河南的鄭州 富士康和新疆 新疆那裡其實主要是因為發生了火災 因為清零 因為封城 所以救火隊去到現場 不能夠走近現場 因為封城 封住了 要談判 可不可以打開 總而言之由於封城 就阻止了這個救火隊去現場救火 所以最後據說官方的數字死了10個人 但是當地的民眾通過那些手機發出來的信息 都是說死了44個人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的官方數字是絕對不可靠的了 他們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所以為了不會 他們因為掩蓋也掩蓋不住了 說一個都沒有死 又沒有人相信了 他們是想盡得辦法怎麼去避免民憤 你說的太多 說什麼都死了44個人 哇 那些人民和老百姓會更加生氣 無名火災三天上 他們都不好 你說完全沒有死人 那很多老百姓就會看得出你是假的 那又會生氣 又要更加確認 所以他們就搞出 共產黨都是這樣的 每一次他們公佈這些人的死傷數字 他們都是通過政治考慮 那他們考慮完 考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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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決定 哇 10個人最好了 10個人是可信的 你說一個人都沒有死 沒人相信 那他們又會生氣 你說死就死就死 太多了 10個 所以肯定是超過10個的 那當地的人民就不得了 因為烏魯木齊是新疆的首輔 烏魯木齊已經被封城 封城了超過100天 好像是110天 那110天是很長的時間 真的差不多3個半月 就來這4個月 你想一下 差不多4個月不讓你出街 不讓你去自由活動 就是在家裡坐牢 那有些人連吃都不夠吃 所以肯定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個事件不只是烏魯木齊 全國各地 據我一些在大陸的朋友說 超過100個城市 大大小小的城市 他們認為是超過100個城市 有民眾自發抗熱 甚至是跟警察衝突的 但是他們是蓋著 凡是外國還未知道的城市 他們就絕對不報 知道的都不會報的了 但是最起碼是 能夠蓋多少就蓋多少 蓋住了 那我相信我的朋友的那些數字 就是不只是鄭州 烏魯木齊 深圳 廣州 它是100多個城市 還有呢 當地的警察 已經不可以 很多地方 當地的警察 控制不了局面 就是等於這個鄭州 富士康那裡 雖然那個性質不是完全一樣 不是直接抗議清零 抗議其他的什麼 身水啊 他們沒有等 其實都是跟清零有關係的 因為整個中國目前的情況 很多事情是由於清零 政策重生的 那 成百多個城市 大大小小 據說 很多城市 他們的警力都不夠用 不夠用 所以都要向外地求援 求援 派更多的警力去 尤其是那些武警 所以 這個情況可以說 當然了 中國很大 你說大大小小一百個城市 那都不是各個城市 但是 我想共產黨自己 賺自己的革命的時候都說 星星之火可以療緣 那現在呢 清零政策出現這個情況呢 他們都很害怕的 共產黨很害怕的 他們害怕什麼 怕是一個星星之火來的 可以療緣 他們就沒有玩完了 但是 為什麼這一次呢 這麼多人 這樣站出來 有一個叫什麼 超人哥 是吧 我忘記是哪個城市 總不知 非常大膽 大聲哭 這個叫什麼 要自由無靈死 說得很大聲 我都看過一部分的路障 他很厲害 很大膽 罵共產黨 然後就被警察抓住 拖走 結果那些抗議的群眾呢 就衝進去 把他救出來 跟警察爭人 哈哈 搶藥 這種局面呢 可以說在中國大陸 是非常非常鮮豔的 那麼呢 其實呢 不僅僅是我這麼想 很多評論員都曾經說過 二十大之後 表明上 習近平坐得很穩 著大權在握 但是呢 很多人都會預言 當時就已經預言了 中共的內鬥 不會因為習近平成功連任 就停止 剛剛是相反 剛剛是相反 就是因為習近平連任成功 那些對他的怒氣 怨氣 憤怒更加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連任 大家可以看得出 是出了古惑的 是出了述來搞的 大家都還記得 胡錦濤被請出 二十大那個場景 為什麼呢 據我所知 胡錦濤 在開會之前 是跟習近平做了一個妥協的 哪些團派的人 好像李克強那些 可以留下來 參加這個新的常委 或者其他團派的人 應該是 據我所知 那個妥協是七個常委之中 有兩個應該是屬於團派的 結果那個人 他可能得到消息了 一個團派的人都沒有 全部清一色是習派的 光派早就已經被習近平弄低了 團派呢 他們團派的人對習近平的怒氣 肯定是很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胡錦濤和他那些人 想想你這個習近平 你太過忘恩負義了 你和江澤民鬥的時候 我還幫過你 幫過你 我支持過你 所以你還能夠坐穩 坐到今天 誰知道你這麼忘恩負義 最後呢 就弄鬼我 初初說答應團派的人都可以有份的 結果呢 偷天換日 就突然間最後那個名單上面 一個團派的人都沒有 那你想一下 就在中國大陸 有權就有一切 那你這樣將他們踢出去呢 等於團派的人全部沒有了權 但是他不會這樣 因為這樣就罷休的 他團派的人呢 他不是只有李克克的 還有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團派的人 那他是將在常委這個層次呢 全部把團派的人排斥之外 但是你常委之後還有很多的 你中央委員裏面還有團派的人 下面那些很多官 還有很多是團派的人 這些人是非常不滿的 所以呢 我覺得很多 今次呢 群眾抗議 第一 是因為這個清零政策 確實是很荒謬 很荒唐 很野蠻 所以群眾感覺到 非常野蠻 沒有不講道理的政策 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們很生氣 但是呢 大陸的中國人 你再生氣都不敢那麼容易上街抗議 甚至 哭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從警察搶回這個超人哥過去 這麼大膽的做法呢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群眾裏面 他們的親朋好友裏面 都有一些屬於團派的官員 他們都知道 不單單是我對清零政策非常不滿 有些當官人 主要是團派的人 也都不滿 那麼很多團派的人呢 他仍然是有權的 他在最高層那裡清洗了他們 但是中層下層仍然有很多的 有些他就不會告訴你 我是支持團派的 我是假裝是支持你 所以我想很多群眾都這樣做 其實因為他們知道 黨內有人支持他們 要停止這個清平政策 總之好戲在後頭 這件事件是否會最後變成一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我想明明始終有定數 我不是神 我不可以給大家一筆語言 總之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 很多歷史上的霸主 在他們最想不到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驚人的轉變 今天就講到這裡